NFT可以說是近期最起序的話題 不少傳統企業都說要出過NFT來宣傳一下 今次我們就請來推出首個華語音樂相關的NFT的音樂人 Henjin 陳滿仁 他最近都成為了數碼港加速計劃成員 我們就一起談談NFT的事 Hello,Henjin 各位,你好 Hello 想問現在NFT很起序 但有沒有說其實如果想在最基本上問一問就是 NFT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還有大家如果想做NFT人都想知道其實當中涉及成本高不高呢 首先要知道NFT有什麼事先 NFT在區塊鏈上面的一款Token 這款Token有一個特質就是它可以獨一無二 它跟其他區塊鏈的特質都持有那些特質 四大特質 寫上這個Token 這個Token跟Fungible Token一樣 寫上它的時候它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你要幫它製造價值 製造價值就是透過宣傳 Fungible Token的宣傳服務式就是 我這個Token就代表著 什麼什麼信念、什麼什麼功能 通常就是什麼什麼生意 代表著這個生意就宣傳Token 讓大家會支持這個生意或者這個功能 或者這個信念 如果很實質這樣說 例如我也知道區塊鏈做什麼都涉到它的價值費 如果我可能靠一些平台我整個NFT出來 當中價值費有沒有大約是多少度 如果不算價值的宣傳費用的話 其實這個是一個區塊鏈問題 而不是一個NFT問題 不同的鏈都有不同的價值費 最貴的就是儀態 儀態為什麼它最貴呢 因為它最紅 然後它最慢 這個是設計上的分別 為什麼它最慢呢 也不怪它 因為它最早 阿爺行路當然會慢過小蚊 但是它是創辦 沒有它就沒有其他 Ethereum就衍生了EVM Chain 現在Smart Contract capable的EVM Chain 現在手頭上起碼一口可以升到7個 即是Binance、Phantom、Avex、Ada、Tesos、Near、Luna 我已經7個了 我可以繼續數下去 Solana都還沒看 那這些鏈呢 為什麼Smart Contract capable是這麼大的事 因為NFT本身是一款Smart Contract Smart Contract其實就是在鏈上寫上簡單的指示 如果A做B 如果1做2 它就可以做到那四大功能 自動 因為A就即刻做B 即刻 即是因為它即刻 不用等 那麼交易方面呢 就會好過現實世界 甚至Web2都不會即刻 要等的 那麼後面兩個 Immutable 即是你一發出那個指示 即是若過A做B 你不可能若過A做C 它永遠就是這樣 那麼這個是一個保障 那麼最後一個保障就是透明度 透明度就是你在鏈上做的所有事情 如果你在你都可以看到的 在它的scan page上 即是如果在議題上 你想在Ether scan你就會看到 如果在敗安上 你在BSC scan你就會看到 甚至一些新年 你想那些scan 即是譬如 以太的L2 一個Arbitrum 四大L2 Arbitrum Optimism Polygon 以及新的IMX 那麼這些就是幫很慢的議題 很貴的議題 可以用便宜的方法 即是特尼交易 那麼它你在上面做的所有事情都可以 譬如Arbitrum 你都可以在Arbitrum 那裡找到所有的交易 那麼你就會知道 什麼asset有什麼銀包開始 起源 然後怎樣過手 它不會突然間不見了 那麼NFT呢 因為它是獨特的 它可以代表 它發明的時候 它是用來代表網絡上的資產 所以如果資產是網絡上可以存在的 譬如數碼 畫 JPEG 總之有任何檔案 你扔著一個NFT 是很自然發生的一件事 那麼它就用來代表這些東西 那麼2017年開始有NFT 那時候不叫NFT 可能叫Crypto Art 或者Crypto等等 那麼物體的時候 它就會代表著這些東西 然後因為代表著某某JPEG 以它的後面的故事功能或者生意 是有受眾群覺得有價值的時候 它就會提升價值 它的價位就會升 那麼這些就是什麼Crypto Kitties 18年Crypto Punks 那麼早期是免費派的 那麼之後就慢慢有 它有越來越多越來越高的價值 如果曾經升過去地板升過去100個儀態 現在又跌回到60個儀態 那麼價值浮動很高 但是由它最初派出來的零 是很大很大的分別 是的 你都聽到說 其實可能很多新聞報道說 某某NFT又有天價成價 那麼這個又可能 叫做可能幾百個儀態也好 或者是一個很高的價錢 其實在這個NFT的世界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賺錢 在NFT的世界是很難賺錢的 因為你失敗的率是高過成功率很多很多 以我們看到那些頭條交易 想頭條的交易 大部分都是他們拿一個精彩的事件 最精彩的一件事 拿出來做頭條 即是Crypto Punks賣了千多元一顆美金 因為它是交易最貴的一顆 正常的Crypto Punks交易 在那一期是接近一百儀態 一百儀態是二十幾萬美金 二十幾萬美金 二十幾萬和幾千幾萬美金 但是分差很大 所以這個不是每個人都吃到 只是一個人吃了那件事 因為它上了不是交易所 是拍賣行 然後做了那個交易 以那個千幾萬的交易 大家永遠都看不到 其實因為上了大拍賣行 但是拍賣行一定會好像蘋果那樣 你每一個交易 它會先抽你三十幾百% 每次到後都會抽 抽完之後還有下面隱形的 如果有手續費的話 我們不會知道 好像買畫或者買股東 以你觀察其實是 近多NFT是直接蒙名 還是有些不錯價錢的交易度 有很多NFT是交易 得來有錢賺的 但是有錢賺就必然 代表有人在賜錢 意思就是有人便宜的時候 買回來 貴的時候買出去 第二個人 那這個人可能就是要 蝕著錢買出去 除非他長渣 他覺得之後會再高些買出去 他買出去 B人物買出去 被C人物又再賺到錢的時候 也代表 C人物有可能要平價放出去 即是錢 這個是一個好像股票那樣的玩法 有沒有人接受 以接受的人 有沒有繼續賺錢的能力 我想問 其實可能現在很多人 叫做入場做NFT 或者叫做駐做NFT 他的目標都是賺錢的 但如果以你的經驗 你覺得如何去做一個成功的NFT 先決條件是要什麼 先決條件是要有帳戶 而要登記平台 如果不懂得測試的話 懂得測試的話 就可以自己上鏈 然後才在二手市場的層面 加入當年的平台 即是OpenSea那些 OpenSea只是儀態和Polygon 如果你的NFT 你製造的NFT 生活在儀態或者Polygon 這兩個鏈上 你可以用OpenSea的寫法 讓OpenSea會認到他 然後他就會在那裡做到二手交易 很多出名的NFT品牌都是這樣的模式 即是其實之前出名的Super Rare 或者Sandbox 他們所有的NFT都可以在OpenSea做交易 其實可能NFT要對應一些比較流行的鏈 就是一個重點 NFT最流行的鏈是不是重點 未必 最流行的鏈是儀態 因為儀態歷史最悠久 以儀態支持儀態的人群最多和最有錢 但是有幾個沒有那麼出名的鏈上的生態 是慢慢靜靜靜地成長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Teslos Teslos是一個沒有那麼出名的鏈 因為沒有那麼出名 它的Gas自然便宜很多 但是Teslos版本的OpenSea叫Object.com 它那個趨勢跟儀態有點不同 它有一個現在的情況 大部分的人就會想HitKeknong一個平台 首先要開一個Temple Wallet 即Teslos的Wallet 然後扔上去製造你的NFT HitKeknong製造的NFT就會在Object做二手市場 如果想OpenSea製造的話 你便是One Stop Shop 每一個鏈都有不同的文化 Teslos幾個月前 只有一個PFP叫Teslos 都算是做得不錯 因為Gas起了之後 它沒有特別跌下來 然後現在你上Object那裡看 你會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collections 以這些collections的價位都挺穩陣 即是代表這些NFT collection 或者Series系列 是有市場供應價值 你也說到不同的鏈音 不同的文化 其實可能我都見你 其實都用過不同的NFT平台 好像OpenSea 或者之前有一個叫Tresherland 其實你有沒有說分別在哪裡 或者你留意到哪種文化 比較適合哪種的族群 如果你出的NFT 是比較小品一點 比較藝術性高一點 你做的東西比較偏少少的 Teslos是很適合的 如果你做的NFT 是玩很多tech的動勢 意思就是你在那個coding那裡 做一些特別一點的東西的話 Near是很適合的 但是Near的市場 它的升長率是真的慢一點 如果你要真的見到 你在那裡玩長線是好的 但是說到尾 一個NFT你要製造由零開始 技術關鍵是你要有帳戶 你要懂得上平台 然後你要懂得用平台來製造NFT 但是它實質上 你亦都需要知道 懂得怎樣去把一個故事 和一個功能 甚至一個生意 或者如果是一個藝術的話 將你的事業能量上去 你製造出來的這個價值 你就會憑這個價值 可以引你的受眾群進來支持你 希望可以長期支持你 因為在web2的世界 就是傳統網絡的世界 這個存在價值已經兌現不到收入 整個web2培養了一個免費消費的文化 當一個創作者給了免費物品的時候 很多人會湧過來 但是一要求群眾收錢消費的時候 他們都離開了 這個情況已經超級普遍級 它已經變成一個悲劇 但是都想問 如果可能很多人一去到NFT世界 他們第一時間想起OpenSea 那其實有沒有說OpenSea 是適合哪一類型的種類的NFT 或是它包了全部的 是最大的 OpenSea呢 剛才再重複一次就是 它只是處理以太和Polygon 即Matic這兩個鏈的產品 如果你的資產是Bion 或者是Tron 或者是Luna 或者是Phantom 或者是Ada 或者是Tesra 或者是Avex 或者是等等 Solana 你的資產就不會在這裏出現 你就要在第二裏出現 那是否OpenSea代表所有的產品 簡單的答案是不 剛才提到Solana 可能Solana 其實也是最近一個比較熱的鏈 我看到都比較多NFT Long and Monkey Kingdom 都用它們這個鏈 其實有沒有它有什麼特點 Solana的特點就是 它是 你可以對一個初學者 你可以很簡單這樣了解 它的超快的儀態 50個TPS 交易速度是快到一個極點 有一些不喜歡Solana的人 就會覺得 因為他們覺得 太過中心化 而區塊鏈對在他們心目中 是應該去中心化的 但是Solana不代表 這東西沒有阻止到Solana的成長 它成長得超級快 Solana現在已經有四大平台 以最出名的是Magic Eden Magic Eden在這四個平台之中 最遲出現的一個 之前出現的Solana Art Soul Eyes Soul Sea Digital Eyes 它們都做得不錯的 Solana玩的系統 就是 起碼文化 就是所有NFT 一定是系列性的 一個收集 一個收集 很少看到 好像在 以太 或者Tesla 會有些 創作者會一粒一粒 或者是系列性 一粒一粒 放出來 這裏也想問一下 剛才你提到NFT 可以對應很多不同的Digital File 的方式 大家可能會想到 照片 影片 甚至音樂 甚至GIF 其實有沒有說 哪一類型的NFT 其實哪一類型的檔案 是比較適合做NFT的呢 任何檔案都可以做NFT NFT本身是一個Smart Contract 而在Smart Contract 它上面有很多Data 每一個Data就好像填表 你可以這樣去想 其中一個空位就是 讓你可以填資產的位置 讓這個Token 就無可否認地 代表它扔著的資產 這個檔案最好就是 一個網絡上存在的檔案 很多人暫時可以隨便 放上IPFS或R-Weef 就最安全 因為它是鏈上的儲存 但是你亦不排除 你可以照舊 扔著一個 甚至一個Google Drive的檔案 但是這個就會衍生到危機 因為Google Drive的檔案 你不知道它何時會不在 是 這個就衍生到資產的安全性 它現在是代表扔著那個資產 如果有一天那個Destination 那個Adress不見 那個File不見了 那如何呢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這件事 當你買NFT的時候 你究竟是 買一件什麼 是值得研究的 假設那個人是 上的NFT是很成功的 有沒有說 其實我是做 現在很流行的頭像 是做了一張照片 可能有一條影片 其實會適合一些 是否成功 一個NFT成不成功 你都是想問 一個NFT 你可不可以 花一元賺十元而已 或者 還是你覺得花一元賺五號 已經是成功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想著 花一元賺一元 那 怎樣令到一個NFT成功 首先就是 如果你的Marketing要夠吸引 Marketing夠吸引 就是回到剛才那三樣東西 一 你的故事是否吸引 二 你的功能是否吸引 三 你有否擁住生意 或者一個人的事業 可能最著重的是 那個NFT的背景 或者它的故事 就未必關於它的文件 和宣傳 宣傳 那 先說這個故事 因為當你的故事寫得很好 你不出去大喊 沒有人會理你 因為沒有人知道它存在 跟所有東西都一樣 以我做過的三個NFT實驗 除了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是 只給我粉絲群 50粒倉鼠 是給我粉絲群擁有的 頭兩個是 一兩個禮拜 是不斷延遲的 去宣傳 第一是在Clubhouse 加社交媒體 第二是在微信群 加社交媒體 其實是很累的一件事 很多人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不是人人是周杰倫 一喊出去 就會有很多大媒體關注 然後大媒體就會幫它散發這個訊息 這次時間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回來再談